我国上个星期通报了超过两万宗新冠确诊病例 凸显了疫情是再次来势汹汹 是的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就敦促国人不能够掉以轻心 要自律做好防疫措施 特别是长者和共病患者在公开场所或密闭空间应该戴上口罩 国家王公总管拿都扎哈里发文告指出 陛下除了呼吁国人要勤洗手使用免洗消毒液 还提醒民众要保持适当距离 至于有症状的人更应该避免待在拥挤狭窄的地方 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陛下担心如果人民疏忽防疫 加上目前正值学校假期 确诊病例恐怕还会持续的攀高 陛下也支持卫生部密切的监督疫情走势 而民众要关注最新的进展遵守卫生部的指示 级别人 加上热 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